2017年是古偶剧达到巅峰的一年 因为上线了一部堪称古装剧《里程碑》的作品 歌剧就是由赵丽颖、林更新、李沁等人主演的《楚桥传》 即便是现在依旧是称得上是经典 《楚桥传2》宣布启动 四大主演被曝公布 网友 你们是真敢接呀 时隔多年之后《楚桥传2》终于提上了《日程》 并且被曝公布出了《楚桥》、余文岳、燕巡 肖册四位主角的饰演者 将分别由马新瑞、李赫、邝木野、王子明出演 关于以上四位主演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呢 马新瑞是90后的一位人气小花 2015年正式步入影视圈 凭借一部《青春斗》首次出现在观众视线 随后以微微一笑很清晨 梦亦然一绝被大家熟知 2016年之后 马新瑞先后出演《明星志愿》 《最玲珑》、《美丽见其声》、《归还世界给你》、 《还没爱够》、《雷霆令》等著多作品 也算是想要人气了 李赫是凭借选秀节目出道的 随后才不如的影视圈 2014年首次出演电影《黑月》、 2015年出演网剧《替身》、 还出演了《东宫皇子》、《分裂大作战》、 《奋斗吧少年》、《锦绣男歌》等作品 李赫进入演艺圈的时间虽然和马新瑞差不多 但是人气发展却不及马新瑞 不过毕竟《楚桥传2》本就是大女主剧 这倒也符合 《框木叶》也是90后的一位人气小演员 2013年进入影视圈 出道首部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之后参演大型古装剧《狼牙榜》 包括之后的《鬼吹灯》之《惊觉古城》 露从今夜白之遇见青春 全职高手、嫌疑人等作品 王子明2016年出道 凭借着一部《魂破街》首次出现在观众视线 随后出演《叶天子》、《蒙七时神》、《九州天空城2》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偷窃记》、《漫长的告白》、《弯曲儿女》等诸多作品 《框木叶》与王子明虽然出演的作品不少 但是其饰演的角色却没有什么辨识感 大多都是小配角 因此受到的关注不是很多 当网络上爆出有以上四位演员出演《楚桥传2》时 就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甚至还有网友表示 你们是真敢接呀 可见其不满 不过呢 大家也不是针对谁 只是赵丽友、林更新的《楚桥传》过于经典 换作别人真的演不出那个味道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与凤行定了赵丽友以剑组集训 林更新要用两个月减肥与美白 《九楼飞香》同名小说的电视剧《雨凤行》 虽然还没有正式官宣 却也算得上是尘埃落定了 走前传的赵丽友、林更新 《激楚桥传》后将二搭 看起来也确有其事 只因赵丽友晒出最新的工作花絮 林更新在采访中透露道 下部剧就是古装了 请祝愿我瘦下来 白回来 而在赵丽友晒出的工作花絮中 赵丽友劈腿、公字布、耍花枪等动作 已然信手拈来 两个月的集训 不知赵丽友将交出怎么样的成绩单呢 在采访中 赵丽友还提到自己的青春关键词为 自律 不拖延、不懈怠 是赵丽友的工作姿态 就连如今的状态也恢复如前 赵丽友不管是颜值还是身材 就连工作驾驶都有所保证 雨凤行、成行 确实要为林更新捏了一把汗 而压力摆在林更新处时 其实对于这场二搭早前并不被人所看好 雨凤行抱怨不少 赵丽友、林更新、二搭 众说纷纭作为大IP 雨凤行也与众多大IP一样走上了六人不断的路 男女主换了多个版本之后 最后则锁定在赵丽友和林更新身上 可惜还未官宣 对于这样的搭配便遭到了不少的抵制 其一 有网友自曝是赵丽友的大粉 多次与工作室确认都表示 赵丽友并不会接下雨凤行这个项目 对于工作室的多次否认 粉丝们都表示深信不疑 谁曾想事到临头工作室又跟粉丝表示 接了该项目 粉丝纷纷让工作室给出一个说法的同时 更是将赵丽友工作室送上了热搜 其二 则是粉丝对于雨凤行这一IP的抵制 在不少粉丝看来 雨凤行或许是一个好比 但是赵丽友粉丝却难以得到赞同 只因原著中多有鸡的词汇 明明是雨凤行却有多处将女主比作鸡 为此粉丝将其称为雨鸡行不说 更是表现出援助内容的不满 而另外一方面 了解八五花就了解他们的粉丝 对于古偶的抵触 八五花可以说均是靠古偶起家 郑丽颖的《花千古》《楚桥传》都是大热作品 杨幂的《仙剑三》《宫所心欲》也是火爆一时 刘亦菲的《仙剑一》等剧早已经成为经典 刘诗诗亦有《仙剑三》《步步惊心》等大热作品 《唐音》的《紫萱》仍是她的经典角色 亦有《锦绣未央》等大热作品 随着今日 《八五花》依然是古偶市场的中流砥柱 有了《八五花》便有了号召力 却遭到了粉丝的不满 其今自然是重复在单一领域 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准形成了粉丝们对于《八五花》的诉求 古偶与证据不少粉丝已然偏向了证据 古虽然是《八五花》的舒适圈 在糟心的作品也不愁眉观众 但是却局限了他们的发展 证据成为粉丝心中的豪柄 以其偶像能够靠作品冲奖的同时 视野也能够更上一层楼 此外 除了事业上的考虑 却男主已成为《八五花》的困难项 《八五花》的地位和咖位已然摆在那里 为此多次在聚集男主的选择上犯了难 显心人那就要遭受带心人的质疑 却胡咖只要被潮资源降低 却流量在番位上又犯了难 一番二番还是平番 怎么看都无法做到平衡 为此即便是《八五花》有号召力 有热度亦有演技 却着实难找有CP改 且能够搭戏的男主 《八五花》男主找男主 确实是出了名的 而与凤行溜了一圈 则把男主锁定在林更新的身上 作为《八五生》的一员 林更新在年龄上与赵丽颖还是适配的 二人也曾合作过《楚桥传》 与凤行亦算得上是二人的二搭作品 然而意料之中的欢呼雀跃并没有到来 对于赵丽颖与林更新的二搭 多数人也是保持观望的态度 只因其一相比与凤行 不少CP粉更愿意看到的是《楚桥2》的到来 《楚桥传》中 林更新饰演的是余文月 结局停留在泡在湖里 不少观众等着《楚桥传2》 能够把男主给捞上来 谁曾想 时隔五年 余文月都泡肿了 都还没等到《楚桥传2》 其二则是林更新的放飞自我 让人对于奉行产生怀疑 若是林更新以步步惊心 以或者是楚桥传的状态出演与奉行 那么粉丝与网友之间 或许还会少些怨言 然而相比赵丽颖的自律 林更新却显得自暴自弃 无论是身材管理 大肚囊已然显现 颜值更是下跌的厉害 让人看出了苍老与苍桑 即便是赵丽颖与林更新的组合 在年龄上适配了 但是两人近况的状态摆在一起 却着实让人出戏 古偶剧《俊男美女》的组合 显然是成功的标配 而2021年古偶《丑男还四》 依然让不少剧集成为了反面教材 或许正是有了自知之明 也让林更新在采访中提到 要减肥 要美白 而两个月的集训 赵丽颖在打戏上努力打拼 林更新则要在身材 以及脸蛋上下功夫 不知最后呈现的效果会是如何呢 希望《与凤行》开拍之后 能够留给观众惊喜 状态依旧在线的赵丽颖 外加瘦身成功 回归颜值巅峰的林更新 其实单从主演阵容上 还是值得人期待的 此外呢 更是严请了爆款剧 坠续的导演郑科维 与凤行长进 可以看出 与凤行是一出大制作的同时 在剧本 导演 以及辅导画等 都有所保证 新力的大制作 还是值得期待的 以期望赵丽颖与林更新 能够带来精彩的表现 期待赵丽颖与林更新的二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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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与林更新的一搭